我認為這個爆料 其實非常嚴肅 它讓整個案件 我們現在從質疑 它違反這種土地使用規則 行政法轉向 變成一個刑事案件 文大宿舍案 為什麼會變成刑事案件 律師黃定英表示 只要有這個動作 恐怕逃不了 檢調發言 不合理的契約 一般來講不會有人簽 簽的時候 已經有背信罪的犯罪嫌疑 如果還有回扣的機制 那更進一步 可以確認說 這可能涉及一個背信的犯罪 台北市議員李靖元 曾經爆料有消息來源 檢舉文大宿舍 涉及收受回扣 如果爆料屬實的話 黃定英表示 侯友宜就觸犯了背信罪 當初簽約 還是以女兒掛名的人頭公司簽下 本身就有可疑之處 你收了這個 每年一千五百萬到兩千多萬的 如果到個人的帳戶 他的這個收入會爆表 可以到四十趴 所以他會被課很高的稅 他已經想好說 我不管用太太 用小孩 來成立這個公司 用這個公司的方式來結稅 但是這某種程度來講 就知道說 他已經先想好 我要怎麼規避這個責任 各界接力爆料 年前文化大學校長吳萬億 更出面踢爆 侯友宜老婆任美玲 要求校方每年漲租5% 種種疑點 恐怕將對侯友宜的選情 有重重打擊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